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样做记忆单元 那记忆单元所采用的东西叫做循序逻辑 那传统的加把器那种叫组合逻辑 那循序逻辑或时序逻辑跟组合逻辑的差别 在于循序逻辑是有回馈的 组合逻辑是不能够有回馈的 那这样讲不是很清楚 我们来看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SR Lash SR正反器或者是SR拴锁器 那这个东西呢 它是SR Bar上面有加一个Nut 这个是Bar 那也就是 如果我用两个Nand杂 然后这样子接 这样子接的结果呢 你会看到一个输出变成另外一个的输入 另外一个的输出又变成这个的输入 这样子的结果会把一个位元给锁在这个电路里面 那什么叫做把一个位元锁在这个电路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真值表就会晓得 如果今天要注意的是这个是0的时候会驱动 不是1的时候 因为上面有叫个Bar 所以如果是S和R都是0 那代表说其实S bar和R bar都是1 两个都是1的情况在这种拳锁器是不允许的 那只有一个1一个0的时候 它才会是一个设定或者是清楚的状态 那如果两个都是1的时候呢 它是不改变的状态 所以这个两个是两个都是0的情况 它是竞争情况是不允许的 否则的话它会里面储存的位元会变成不可预期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Q是就是S40R是1的时候 S40R是1代表说OK 这应该是S bar S bar是0R bar是1 S bar是0R bar是1 S bar是0R bar是1 那我们看它会怎么样 S bar是0R bar是1 这个Q会是1 我们来稍微追踪一下 S bar如果是0 这S bar是0进来 S bar是0进来 0进来N的杂会怎么样 N的杂一定要两个都是1 它才会输出1嘛 所以呢 只要有一个是 这一个如果是0进来的话 那这个一定会是0 这个一定会是0 这个一定会是0 输出经过这一个圈圈 圈圈就是NOT 圈圈是NOT的话呢 就会变成1 所以这里一定会输出1 一定会输出1 就代表Q是1了 Q是1 Q是1的话呢 回馈过来 现在如果R4R bar是1 R bar是1 这Q是1 R bar是1 2个1 2个1的结果呢 经过and 会输出1 再经过这个圈圈 圈圈是NOT 就会输出0 所以Q bar就会是0 Q bar是0呢 再回馈过来 这边0 那我们刚刚讲过这边 S bar呢 既然是0的话 这不管这一个是1还是0 通通都会是0 所以这个样子就把一个Q是1的东西设定好 那同样的如果是反过来 是S bar是1 然后R bar是0 R bar是0 你看到这里R bar是0进来 不管这里是什么 0 and什么都是0 那0进来之后呢 经过这个圈圈 那就变1 所以呢Q bar是1 Q bar是1的话呢 进来这边 这是1 1 那S也是1 两个1呢 进来 输出应该要1 但是经过这个圈圈 就会变成0 那所以Q会是0 所以当 这一个10的状态 S bar是1 R bar是0的状态呢 它会锁住一个 一个0的位元在这里面 所以 这里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组合来设定 到底Q应该变成1还是应该变成0 那接下来再看一个1 1的情况 1的情况呢 它会是no change 也就是说原本Q是1的话呢 1 1它就输出还是会是1 那原本如果Q是0的话呢 1 1它输出还是会是0 好 稍微看一下它的状况 这里1 1嘛 所以S bar和R bar都是1 都是1 假如Q是1 假如Q是1的话呢 这边会是1 1进来和R bar是1的话呢 1和1出去会是1 1经过圈圈会是0 所以Q bar呢 就会是0 刚刚我们讲Q是1 Q bar是0 没错 那两个是相反的 好 所以这是拴锁器 各位在数位逻辑的课程上面 应该上过这个东西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说明太多了 有没有没有上过这一个拴锁器的同学 数位逻辑的时候 有吗 没有我就跳过了 没有我们就很快跳过 直接看程式 如果 如果待会你 你说 忘记了 那我还是可以再来补充一下 好 那这个拴锁器的程式呢 基本上很简单 你看我们定义了一个module叫Lash OK Lash 输入呢 是S bar和R bar S bar和R bar 输出呢 是Q和Q bar 那完全对应到这个图 那它有两个杂 第一个杂呢 是Nand 第二个杂也是Nand 那分别叫G1 G2 第一个杂你可以看到 它的Q 跟 Q跟S bar 并Q bar 我看一下 这个好像怪怪的 S bar S bar S bar 在这里 Q bar 我们好像反了耶 那我们等一下测 测试一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定义 跟这个是相反的 但是 对 应该反 所以 所以它反过来的话 它的那个灵异 会对应的也反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程式 先测试一下 那如果错了 我们再把它改成根图一样 好 那 我们 定义一个这样子的Lash 然后呢 用一个组程式 就宣告一个Lash 一个搜索器 然后DUT是指Design Unit Test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通常 我们现在宣告的是搜索器 SR搜索器 我们就宣告这样 一个测试单元 然后一开始 我们把S bar和R bar都设成0 都设成0 设成0的话 其实应该是不太好 因为这里应该是 应该是 禁止的状态 好 然后呢 每次我们加1 然后每50奈秒 S bar加1 100奈秒 R bar加1 到了1000奈秒 停止 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的模拟状况 S bar如果是1 R bar是0的时候 S bar是1 R bar是0的时候 Q Q 会变成0 Q bar会变成1 这个输出看起来又对 我们再看一下 S bar 来 跟真词表比对一下 S bar是 1 R bar是0 S bar是1 R bar是0 Q 应该是0 然后 Q bar应该是1 对 可是 它跟电路的定义 我觉得稍有不同 测试看看 跟这个电路的定义 我觉得稍有不同 跑出来居然一样 这是 是诡异 G1是Q 和S bar Q和Q 不是应该接到R bar吗 Q接到S bar 跟这个图真的倒过来 可是它居然结果是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再把它反过来测试一遍 先测试这一个模组 我们用一个 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放在 我们的Vlog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叫做H 点V 好 那这样子 OK 开个命令列 好 编译 好 编译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执行这一个程式看看 好 你会看到S bar如果是1 R bar是0的话 Q会是0 好 Q bar会是1 Q bar会是1 我也没有弄反 Q是0 Q bar是1 S bar是 S bar是1 没反 好 所以 输出是没错 再 换一个 我觉得它跟图不太一样 我们再换一个 Lage 2 好 然后我把这个定义反过来 就是按照图的定义 看看是不是一样 好 我们现在 Q的输出跟R bar Q的输出是输出跟R bar同一个杂 所以Q的输出跟R bar同一个杂 然后呢 OK Q的输入跟R bar同一个杂 然后它的输出是Q bar OK 然后呢 Q bar的输入 跟S bar同一个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怪怪的 好 抱歉 因为最前面才是输出 后面两个是输入 难怪我们会觉得看起来跟图反 前面是输出 后面两个才输入 所以我们这一个杂的意思是 S bar跟Q bar S bar跟Q bar输入之后会输出Q 那没错 刚刚我们一直觉得怪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第一个才是输出 后面两个是输入 这样子定义就没错了 所以这样就完全正确 S bar跟Q bar S bar跟Q bar进来 会经过Name的杂输出Q 所以这样是对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这一个程式 请记得第一个才是输出 我们刚刚一直想反 第一个才是输出 后面两个是输入 请各位把这一个程式试试看 在我把这一个网址贴到今天的上课内了 你会用对的 那下试试看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同学数位逻辑的部分 很多都忘光了 所以我们稍微用这个很快复习一下 那请各位点这一个网址 然后打开之后看到第一个程式 还有这一个图形 然后稍微对照一下程式跟图形 然后看懂之后 执行一遍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它的输入输出是这样 好OK 那我们请各位操作一下